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疑问李荣浩战队大比分获胜 廖昌勇战队可谓惨败 作为失败方的廖昌勇战队 遵循比赛规则 选择淘汰散鹰刚硬的铁科男 而顶替那鹰的廖昌勇的排兵部阵并没有出现明显失误 该男的分都拿到了 失掉的分数也都在意料之中 廖昌勇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幽默风趣和专业涵养 以及对学员认真负责的态度 都令他赢了人心 可以说败给有着丰富经验的李荣浩导师 廖昌勇输得一点都不亏 近日 那鹰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 他表示 作为首次登上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导师 廖昌勇对赛制节奏的把控可以说是可牵可点 对于观众来说 胜负并不重要 听到好声音才是重要的 李荣浩战队最后能大胜 廖昌勇老师在排兵部阵上也缺少了些经验 随后 那鹰表示 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廖昌勇老师有那么一丢丢紧张 给人有种扫地僧的感觉 不过随着节目的推进 首轮PK结束之后 廖昌勇对每个学员的实力 应该都有着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相信他在排兵部阵时会展示了令人折服的智慧 对此 大家也是纷纷表示 一语中递 当然 这一场PK 廖昌勇输了 也很遗憾淘汰了一位队员 不过 比赛就是这样 总有输赢 我们也期待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廖昌勇 李荣浩他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不管是维里安 还是王静雯 都是李荣浩战队的王炸选手 尤其是王静雯 李荣浩更是把仅有的两分加拳压在了他的身上 可以看得出李荣浩对于他的重视程度 王静雯被封为女版毛不易 已经是一位很有名的网络歌手 如今这轮PK终又带来了原创歌曲下一个惊艳全场 唱歌时的他总能带来沉浸时的享受体验 奇妙的转音好似瞬间将你抓住 带你进入丰沛的音乐世界 与之对战的铁科男虽然之前也是被寄予厚望 但是面对如此实力强劲的对手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当然更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还被淘汰了 第三轮PK 廖昌勇终于派上了王炸 发条月亮PK认魅爽 最终比分为41比11 发条月亮胜出 而廖昌勇也是压上了加分拳 才认双方战队比分占平 对于廖昌勇来说首次参加好声音 必然不如李荣浩有经验 但是可以看得出廖昌勇也是有着自己的排兵布阵方式 他按照音乐会的演出顺序进行排兵布阵 必然是由地道刀 虽然第四轮 第五轮廖昌勇战队先后胜出 但是可以看到比分并不高 基本上持平 所以双方的实力是对等的 而第六轮 于此被PK李延新 最终比分39比14 李荣浩战队又是大比分胜出 实力再次被证明 六轮比赛 李荣浩战队三轮大比分 而廖昌勇战队仅仅只有一轮大比分 分数就是最好的证明 到底哪队实力更为强劲 人气更高 一目了然 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盲选的结果 而对于下一场导师对战 依然是新人导师和老人导师之间的对决 导师非常重要 但是学员的实力更是重要 那么汪峰战队和李克勤战队 哪队能够获胜呢 拭目以待吧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